寻找就寻见,靠门就开门 我是Ruth,石金霞 我们一起读圣经,《撒姆尔记下》 今天呢,我们是《撒姆尔记下》第七章的下半部分 十八到二十九节 那么上半部分呢,就是大卫要给这个耶和华造香本墓的这个宫殿 但是呢,耶和华说,你不要为我造,是吧 我会让你的这个后裔来造殿 但是不是你 然后呢,耶和华还给了大卫封封满满的这个祝福啊 没有任何条件的祝福 这是啊,就是神要爱我们,赐福我们的时候 其实真的是,我们是白白得到这些祝福的 所以当拿丹把这个告诉大卫之后 我们看大卫啊,大卫的反应 大卫的反应真的和我们昨天读这个第七章上的反应是一样的 是心中充满了狂喜啊 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 那有人可能是纳闷的 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 耶和华面前不是不能够那个有人吗 对,不要以为大卫和耶和华面对面啊 这个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就是大卫进到那个耶和华的那个会墓 进到会墓啊 然后呢,这个会墓那个制圣所 那个制圣所不就是相当于是耶和华的这个 那就是耶和华在人间和以色列人同在的那个制圣所嘛 所以说大卫呢,就坐在那儿 就是进入到漫内,是吧 那就是坐在耶和华面前了 所以大家要理解这个意思 并不是说真的就是耶和华向大卫显现了 或者是大卫走到耶和华的这个 这个真实的面前啊 这个人是不能够直接见耶和华的面的啊 并不是说到了大卫王这个时候 这个就别就改了啊 因为我们前面读出埃及记 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啊 然后呢,大卫王啊 就对神啊 就在这个神的 其实就是在神的这个啊 这个会墓中,是吧 在神的这个,在这个地上和以色列人同在的啊 这个会墓中 然后他就呢,对神说话啊 主耶和华啊 我是谁 我的家算什么 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 这是我读的时候 我感到非常的 非常的有感动啊 这个感动就是什么呢 大卫真的是和神心意的人 就一般情况下 我们常常 人容易就是什么 当我们得到神的这个祝福 得到神的赐福之后 其实人很容易骄傲的 就是说,哎,你看 我就是好 是吧,哎,我就是比别人好 我就是比别人强 是吧,我就是配得这些 所以神才会把这些给我 可是我们看大卫 当大卫听到约拿丹给他说这些之后 他的第一反应是 我是谁 我的家算什么 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 他就是说 认识到自己的卑微 自己的渺小啊 这是太难得了 你要知道他已经是 在当时的以色列 他是万万人之上的 是吧 而且他对外征战 没有不战胜的 这个一帮的 那些啊 这个我这个外帮人的 全部都都对他这个顶礼膜拜 你可是他仍然还自问 我是谁呢 我的家算什么呢 我竟然可以得到 耶和华这样的这个赐福呢 主耶和华呀 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 又应许你仆人的家置于永久远 所以大家注意啊 大卫那个意思就是说 你让我从羊圈中出来 是吧 然后呢 让我从一个放羊娃成了一个啊 这个以色列的王 这些已经是远远超出了我所能够承受的啊 可是现在这些呢 在你眼中还是小的 你还要应许你的仆人啊 我的家置于久远 主耶和华呀 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 大卫真的非常的感恩啊 我有何德何能是吧 我的家是吧 又有何德何能 我们竟然能够得到如此至高至美至丰盛 无以再增加的这样的赐福呢 主耶和华啊 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呢 我我真是语无伦次了 我我再也没有办法语言太苍白了 没有办法表达了啊 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 就是说 我知道我现在不需要用千言万语 我不需要去拿出世上最丰美的这个最最最最甜蜜的语言来献给你 因为我心里的那种感恩是吧 我心里的那一切的一切你都知道啊 你行这大事是仆人知道 是因你所应许的话 也是照你的心意 所以大卫就是很清楚 这不是因为我大卫有多么好 不是因为我大卫有多么强 不是因为我大卫有多么圣洁 不是因为我大卫是个圣人从来不犯罪 而是因为这都是神的心意 主耶和卫 你本为大 照我们耳中听见 没有可比你的处你以外再无神 这样的赞美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美了 我们应该要向大卫学习啊 让我当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生命中感受到神的恩神的爱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意识到我们所得的这一切都是白白得来的 并不是因为我们很勤勉 不是因为我们很美好 不是因为我们很忠心 这世上没有义人是吧 这世上没有圣人没有完全的人 所以我们所得到的一切来自神的恩典奇迹和爱 都是神的心意啊 我们要把神当作这个世上我们唯一的依靠 永远的依靠 除了他之外再也没有别的神 世上有何民能比你的民以色列呢 你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 又在你赎出来的民面前行大而可谓的是驱逐列邦人和他们的神 显出你的大名 你曾建立你的民以色列做你的子民直到永远 你耶和华也做了他们的神 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看到大卫即使在狂喜之中 在极大的震动的时候 他仍然记得自己的指责 自己是以色列的王 自己是在替神牧养神的选民 以色列的民的 所以他还要带以色列的众民向神 祷告向神表达这种感激之情 所以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神给我们的职份 神让你在这个世界做什么 比如说我 神让我前面让我做了30年的老师 现在我在油管上做这些来传福音 那这就是神给我的职责 神给我的职份 那么不管我在什么时候 我在推上也好啊 我在微信朋友圈也好啊 我在油管上也好啊 我都要牢记 这个使命就是我要传福音 所以像大卫就是啊 他时刻都记得 我是以色列的君 我在牧养以色列的民 这是神的子民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狂喜的时候 暴怒的时候 他都记得这一点啊 耶和华神啊 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 求你坚定 直到永远 照你所说的而行 愿人永远遵你的名为大 说万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神 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 必在你面前建立 万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 因你启示你的仆人说 我必为你建立家事 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祈祷 主耶和华 主耶和华唯有你是神 你的话是真实的 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 现在求你赐福与仆人的家 可以永存在你面前 主耶和华 这是你所应许的 愿你永远赐福与仆人的家 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有还需要讲什么呢 没有什么好讲的 我们就把它再读一遍吧 是吧 这个我前天还是大前天 我在读这一章的时候 真的时候 在读第七章的时候 就是我读着真的眼泪 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 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 汪然出涕啊 就是从心里边涌出来 然后我就把后面这段话 就是主耶和华 唯有你是神 你的话是真实的 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 现在求你赐福与仆人的家 可以永存在你面前 主耶和华 这是你所应许的 愿你永远赐福与仆人的家 我就把这一段文字的英文 我就发给了斯蒂文 真的是 当时就还就是真的特别的感动啊 所以说大卫这种祷告啊 这种祈祷 他不是仅仅是为他自己的家世 他是为了以色列的万众民 他也是为了这个 我们如今这个世上的万民 我们知道耶稣就是大卫的这个子孙 是吧 那么这个世界上神 永远的建立大卫的家世 其实就是一直建立到耶稣 然后耶稣要永远为王 那么所以我们现在一起呢 把这一段我们再来读一遍 我再来给大家读一遍啊 耶和华神啊 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 求你坚定 直到永远 照你所说的而行 愿人永远遵你的名为大 说万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神 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 必在你面前建立 万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啊 因你启示你的仆人说 我必为你建立家世 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祈祷 主耶和华 唯有你是神 你的话是真实的 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 现在求你赐福于仆人的家 可以永存在你面前 主耶和华 这是你所应许的 愿你永远赐福于你仆人的家 主耶和华 唯有你是神 你的话是真实的 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 现在求你赐福于仆人的家 可以永存在你面前 主耶和华 这是你所应许的 愿你永远赐福于仆人的家 不是说让我们啊 我们能够在世上为王 是吧 在世上永存 在世上得一切的啊 祝福 得得功名 得利禄 是吧 得亨通啊 得健康啊 得得长寿 不是这些 我们作为真正的基督徒 神的儿女 是吧 我们所得到的一切 我们每天看到的日出 日落 是吧 我们每天所呼吸的空气 我们每天所日用的饮食 神都把他们赐给我们 我们每天都在见证这个神迹啊 所以我们所得到的一切的一切 都是神给我们的赐福 只有神是真神 他之外再没有别的神 神的话是真实的 我们在圣经里读到的每一句 神的话 神给我们的教导 神的应许 都是真实的 都是真实的 神会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呢 能够在这世上得到永生 这个永生不是说在这个世上 长生不死 每人都有一死啊 死后必有审判啊 就是我们真正的把我们交托给神 信望爱 万事互相效力 让爱神的人得益出 那么我们就不怕活 活有再多艰难 有再多苦难 有再多磨炼 是吧 我们遇到好的 遇到坏的 遇到帮助我们的 遇到恨我们的 遇到赞颂我们的 遇到讽刺我们的 遇到爱我们的 遇到恨我们的 我们遇到的所有的一切 都是神允许的 如果没有神允许 这世上一切事情都不会发生 那我们遇到的所有的一切 我们都应该知道 这是神给我们的功课 你是不是能做到 胜不交败不内 是吧 你是不是能够做到 你既能处卑贱 是吧 也能处富贵 是吧 你既能处平安 你也能处这个混乱 是吧 你能不能做到这些 你能不能不管遇到什么 你都坚定的告诉自己 我是神的儿女 是吧 你能不能在这个世上 当你犯了罪 犯了错 有意的或者是无意的 然后你能够勇敢的 真实的面对 面对自己 面对神 进入慢内 坐在神的脚前 坐在主的脚前 对神说 求你赦免我的罪 求你赦免我的罪 求你赐福于我 求你指引我 你能不能永远的 向着标杆直跑 忘记背后努力向前 向着标杆直跑 把每一天都当作 我们生命中的第一天 也是最后一天 那样度过 每一天都是被神恩待的日子 我是Rose 石金夏 今天是2022年9月27日 这是一个被神恩待的日子 祝福大家 哈利路亚 让我们以大位为榜样 让我们每天都坐在神的脚前 感谢神给我们的赐福 勇敢的向死而生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必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愿我们能够面对 那最后的生命策上的 神的审判 祝福大家 哈利流亚 然后我们下 electricity 来不会外误 让我们下午 将来